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道德高地 很有趣 每一個讀完書 尤其是無論中學畢業也好 大學畢業也好 都會覺得整個社會是存在很多問題 也都是希望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我是贊同 讀書一定是有些朝氣、銳氣 有些靈覺才是對的 如果一畢業就是一個老油條 就是很麻煩 但是我很想跟那些小朋友說 你今時今日畢業或者最近畢業的 可能不會認同我說的話 我就告訴你 現實的世界並非是你能夠一己之力 可以改變 其實這些不平等的事件 貧富懸殊也好 社會階級的事件 並非今時今日存在 存在了幾千年 那些人就說 這麼多年都存在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不改變它 其實我告訴大家 不是改變得不得問題 而是人性就是這樣 人性就是這麼自私 人性就是要佔有這麼多物欲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宗教都經常都說 五允什麼貪真痴什麼什麼 全部都說這件事 因為人未到去死都會眷斷著這些事情 要去出生去離開這個貪念 是難到不得了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你以為要創造一個大同社會 烏托邦的社會 說就容易 當一去到實行的時候 一定是說公平 誰更公平 誰更更更更更更更公平 永轉都會是這樣 我只可以跟小朋友說 我今時說 今天說的話 是一個現實 你也都不要希望去改變這個問題 也都不要將自己化身成為一個救世主 是可以改變所有任何事情 當你自己覺得自己是救世主 可以改變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最有什麼機會呢 就變成一個大魔頭 強如康熙 清朝可以有這麼多資源去調撥 他都承認他是解決不了一些 饑荒、貧窮的問題 他們只可能是把貧窮的人口盡量去減少 因為他知道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世界就是這麼黑暗 無論你撥多少錢 中間都一定會有人是落格 就算今時今日的社會也是 你印了這麼多錢 誰最受惠呢 就是那些銀行員 永遠是富豪受惠 比那些窮人多 這個就是現實 不要想到這麼清高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不是說不要做 而是說 你要認清楚那個大方向 你只要令到自己不是成為窮人 我意思是說 不是去到要別人接濟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已經在一個社會上面 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人 起碼自己養得到自己 但是今時今日 如果你自己都養不到自己 然後就說 我要改變這個世界 根本 我坦白說這叫做癡人說夢 但是世界上真的出現了很多這些人 我認同他們很關心社會 但是 讀歷史的就是讓我們認清真相 如果 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都認同這些事情 不知道這個世貸的事物的發展的時候 我都很替他悲哀 因為 那幾十年真的是白活 永遠就停留了一個 恨人或失敗的階段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